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再为每个星座抽它们详细运势的牌 咱们所有星座运势的牌就都抽完了 我们先来看看2022年的整体运势 射手九度 妈妈在教孩子学走路 代表了2022年是一个平稳前进自我提升的一年 考虑到土星也运行到水瓶座的位置 水瓶它代表了创新 它也代表了务实 更会加强这种特质 这样人们做事情的时候多从实际出发 稳扎稳打 在先前不错的基础之上 一步一个脚印 获得更好的发展 同时明年也是利于学习的一年 尤其是刚开始接触新事物 进行新的尝试的朋友 可能会比你的预期你会发现更加的得心应手 但需要注意的是 2022年木星进入到了双鱼座 所以我们做事情千万不能好高骛远 也许你会冒出一些非常庞大的梦想 但是我们不能沉迷在这些虚无的幻境当中 要从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做起 2022年对于那些善于学习务实勤劳 踏实稳健的人来说 你的收获一定非常多 看完了2022年的整体运势 再让我们看看白羊座的运势 首先看一下白羊座的金钱运 这个是射手23度 美国在欢迎新的移民 它说明白羊座的财运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过去的一些限制因素没有了 你可以解放出来施展拳脚 这张牌也暗示了白羊座的财运可能跟异地是有关系的 也许你会和不同地域的人合作一起赚钱 也许你在异地会找到赚钱的工作机会 接下来我们看看白羊座2022年的事业运如何 摩羯十四度 废墟当中的玛雅文明 白羊座会在非常平凡的工作当中 找到不平凡的闪光点 树立自己的价值 你工作的起点或者是环境可能并不高 也许很一般 但只要你足够去动脑筋 去观察 去研究 就能够挖掘出潜力 做成一番成就 那么白羊座2022年的爱情运怎么样呢 射手28度 年代久远的桥梁 这对白羊座的感情是个利好 说明白羊座过往感情的积淀 是非常稳固的 那么在恋爱当中的白羊 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这段关系 对于单身的白羊座 也不要着急 你非常有可能 从你现在已经认识的朋友当中 去邂逅挖掘到一段浪漫的桃花 爱情运不错的白羊座 健康运怎么样呢 这个是处女妻度 后宫的女人们在无所畏惧的等待 那么如果需要治疗或者是等待手术的白羊座呢 可能会遇到推迟的情况 好在它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一切也都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 同时它也意味着白羊座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 一时之间难以得到缓解 看完了白羊座的运势 我们来看看金牛座的运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金牛座的金钱运 这个是金牛16 一个有经验的老人在向人群指点迷津 说明金牛座为了赚钱 需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要向别人去灌输你的想法 这个过程可能并不容易也不轻松 所以金牛座必须要让自己具有公信力 那些经验老到 有真正实力的金牛座 其实很容易脱颖而出的 那么金牛座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双子三十选美比赛 金牛座的事业关键就在于充分的自我展示 表现出竞争力 你必须去面对别人的审视 这会背负压力 也不会轻松 你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加出色 才能击败那些竞争者的挑战 把握住很好的机会 说完事业 我们再来看看金牛座的爱情语 这个是天蝎29 母亲在向统治者祈求孩子的性命 金牛座在新的一年 会更加看重另外一半 会是那个妥协退让隐忍的一方 同时也说明在感情上 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要花更多的精力 去改善你们关系的现状 金牛座会更执着于留守这段感情 那么单身的金牛座 遇到喜欢的人 追求跟相处的难度 也是不小的 金牛座的健康状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水平22度 它讲的是育婴式的孩子们 这张牌代表金牛座健康上 会有一些脆弱的地方 一不留神就可能有小病小灾 不过多注意防护 以及养生就不会有问题了 金牛座只要遵从一个固定的生活规律 就不会太有健康上面的困扰 说完了金牛座的运势 让我们来看看双子座 双子座在虎年的金钱运 我们抽出来的是金牛17度 火炬与剑的较量 为了赚钱 双子必须身体力行 付出很多艰辛的努力 不容懈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阻力 甚至你会遇到一个很难缠 很难对付的对手 你必须去克服困难 战胜对手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那么双子座的事业如何呢 双子13 钢琴家在演奏 这说明双子座在事业上 会获得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 你也会肩负一些重要的职责 一些重要工作呢 也会由你全权的掌握 成败都取决于你 你的努力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事业运说完了 我们看看双子座的爱情怎么样呢 这个是天秤19度 强盗在暗中盯着货车 你会遇到喜欢的人 但是在一时之间呢 你必须按捺住自己的热情的火花 也许一些客观的阻力 妨碍了你去向喜欢的人表白 你只能默默地关注他 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再去出手 那么双子座的健康运如何呢 金牛13 一个人尽可能多的在背负着行李 显然双子座会过度的操劳 去透支自己的健康 你很容易抽出负荷 透支自己 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劳动 不能够太过劳累 劳逸结合才能让身体健康的运转 接下来我们看看巨蟹座的运势 我们先来看看巨蟹座的金钱运怎么样 这个是处女儿子 小女孩在牵着劫外无暇的小羊羔 你很幸运 有机会从自己的兴趣当中 去挖掘赚钱的机会 赚钱对你来说不仅仅是生计 也更是你想做的事情 它具有理想性 但也要注意 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不赚钱 或者是玩乐的事情上面 在赚钱上很有理想性的巨蟹座 你们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这个是天蝎时速度 工人在山村当中接电话线 说明哪怕你们面对着从中困难 也会迎难而上 你们会非常执着于 自己想要去达成的目标 有的时候这种挑战 看起来是挺难完成的 也有可能你们要去跟很难合作的人 去达成合作 总而言之 你们会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事业上面寻求挑战 那么爱情上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巨蟹座的爱情运吧 这张牌是巨蟹三度 大家看到一个猎人 在寒冷的山谷当中 牵着自己心爱的迷路 这说明巨蟹座 在感情当中会把自己温暖的特质 充分的发挥出来 让对方感觉到你的保护欲 感受到你带给他的安全感 但你也要做好准备 去面对感情当中遇到的阻力 你可能会遇到现实工作家庭的这种阻力 来影响你的感情 面对困难 你会对感情更加的珍惜 不离不弃 我们再来看看巨蟹座的健康运 这个是巨蟹十二度 它讲的是一个保姆照顾着神圣的婴儿 那么现在身体上有不舒服 或者有一些小病的巨蟹座呢 就需要去把握了机会 寻医问诊 那么你会得到专家跟高人的指点 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养生在这一年当中 对于巨蟹座来说是挺重要的 会让你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的改善 加强 狮子座虎年的运势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狮子座的金钱运 这张牌是双鱼八度 一个小女孩在军营面前吹起号角 狮子座千万不能单打独斗 这个会限制住你的 这张牌也说明狮子座可以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号召力在财务上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跟支持 你想做的事情呢 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同时这也意味着狮子座很有可能会得到 异性的偏财的支援 咱们再来看看狮子座的事业运 双子第五度 代表人类福祉的重大时刻 那么2022年对狮子来说 就是一个事业的关键期 是否开花结果就在此一举了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 你能否能让大家都从你的事业当中受益呢 你能帮助更多的人 你的收获也会更多 咱们再来看看狮子座的爱情运 古巴比伦王国进入到了繁盛 狮子座今年可能会邂逅突如其来的恋情 或者是一直没有结婚打算的狮子座呢 决定步入婚姻 适婚年龄的狮子座会更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更从实际出发 苦苦等待 不如唾手可得的幸福 爱情有了 那么狮子座的健康运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看这张牌 双子七度 树荫下的一口古井 这张牌说明狮子在过往的时间当中啊 对身体的保养 健康锻炼什么的状况 做的是挺好的 底子呢 就是健康最好的保证 这一年当中 哪怕有一些小病小灾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咱们再来看看处女座的运势怎么样 首先是金钱运 咱们看这张牌 金牛24度 一个印第安的武士 这说明处女座在金钱上是非常具有目标感的 你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呢 去一一实现你想要的目标 所以你在赚钱上收获也是会挺多的 那么你会展示出自己非常自我并且果断的一面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财富运不错 那么处女座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天称22度 一个小男孩开心的看着鸟儿喝水 那么处女座在事业上啊 就主要是通过成就别人来去成就自己的 你也许有机会为别人去创造出一些好的平台 或者是赚钱的机会 那么只要别人能够如鱼得水 把别人服务得更好 那么自己的事业也会更加的出色 我们接下来看看处女座的爱情运 这个是金牛26度 西班牙的乐手在对情人歌唱 那么单身的处女座啊 这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你们会鼓起勇气向自己喜欢的人告白表达爱意 而恋爱当中的处女座呢 也会多多的发现自己伴侣身上的优点 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和谐的 爱情甜蜜的处女座你们的健康运怎么样呢 这个是狮子28度 无数的小鸟在树枝上鸣叫 这个显示出处女座非常具有活力 精力旺盛的一面 一些小的问题呢 也会在你们强大的意志力下得到暂时的掩盖 你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精力的透支 以及精神的耗费 2022年天秤座的运势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金钱运 这张牌是巨蟹18度 一个母鸡在骨仓 带着很多小鸡 这说明天秤座会一个非常淡泊名利的心态 去面对赚钱这件事儿 可能会让自己舒服还是低位的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天秤座利用团队的力量 众人的力量去赚钱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 咱们接着来看天秤座的事业运 金牛七度 撒玛利亚的女人 这个说的是一个圣经的故事 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呢 最终遇到的是耶稣 说明天秤座在事业上 也要去仰仗别人 千万不能够单打独斗 不然就会势单利孤 很被动 那么赶紧去抱住贵人的大腿吧 相信平时人缘特别好的天秤座 一定能够去找到帮助自己的人 那么善于交际的天秤座 你们的爱情运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狮子十三度 他讲的是一个退休的老船长 在摇椅上面非常的惬意轻松啊 这个说明单身的天秤座呢 心态就依然是不紧不慢的 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不着急把自己绑定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上面去 那么恋爱中的天秤座呢 就会以更加轻松的姿态 去跟别人相处 那么平平淡淡才是真 那么天秤座的健康运怎么样呢 这个是双子十八度 两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用中文交流 这说明啊 就天秤座要小心 如果你去旅行或者变换了居住工作的场所 那么变换了的环境啊 气候啊 就可能会让你有水土不服 不舒服的地方 那么你需要的是 准备好你平时所要使用的药物 如果有人去照顾你就更好了 不要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下来 说完天秤 我们来看看天蝎座的运势怎么样 首先还是金钱运 这张牌是天秤十三度 他讲的是一群孩子在生日会上吹泡泡 那么看起来天蝎座赚钱还是挺轻松的 你也不会有太多的财务上的压力 你也会去花钱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享受 更加的美好 那么对你来说呢 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赚钱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你结识的一些重要的人脉资源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那么天蝎座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这张牌是天蝎一度 一张堵在去景区路上的观光巴士 这代表着呀 天蝎座的目标就在眼前了 但是多少有点欲速则不达 你要做的就是耐下心来 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去坚持 不要在最后一里路上放弃 那么最终呢 你会得到胜利的结果 事业说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天蝎的感情运 这张牌是天上12度 石油工人重新回到了地面 这个说明天蝎座 可能会碰到一些自己暗恋的人 或者是地下恋的感情 在一时之间很难公开 没法正大光明的以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的身份去介入对方的生活 在恋爱当中的天蝎座呢 也会兼顾自己的事业生活 以及跟伴侣相处的两难的局面啊 你可能也只能抽出一部分的时间去陪陪对方 那么天蝎座的健康运怎么样呢 这张牌是水平13度 说的是一个乡村旅馆 乌鸦下的气压剂 这个说明啊 如果你身体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千万不要当一回事 很有可能就是一些大问题的预兆 那么对于天蝎而言 在健康上面防微镀剑 小心谨慎 对你的健康是最有利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射手座的运势 首先是金钱运 这张牌呢 是巨蟹十度 一个巨大的被切割的非常完美的钻石 那么之前非常注重自我学习 注重自我提升的射手座 会在今年大方一彩 你的财运呢 也会多点开花 尤其是受到一些高人指点之后 会让自己的赚钱能力更上一层楼 对于射手座来说 最有价值就是你们的人脉跟实力了 那么射手的事业运呢 处女二十二度 皇家徽章 那么射手座在新的一年当中 会有很多机会去表现自己 你一定要表现出 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势来 有的时候你也要懂得取巧 懂得包装自己 以及凸显自己 再恰当的机会表现给别人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射手的爱情运 这个是射手十二 说的是一个棋子变成了鹰 一只鹰呢 又变成胜利的雄鸡 这个说明单身的射手啊 有很大的机会碰到自己 心仪的对象跟目标 你一定要大胆的采取行动 你非常有机会呢 就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你们制定好策略 投其所好相信甜蜜的爱情 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那么射手座的健康运如何呢 我们来看这张牌 巨蟹十三度 一只伸出的手 它的大目指格外的醒目 射手座的身体啊 可能在局部上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小的不舒服 但是也不会导致特别严重的结果 那么这些问题呢 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恢复跟解决的 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不要太心急哦 我们再来看看摩羯座的运势 首先是金钱云 这张牌呢 是双鱼29度 三棱镜折射出七彩的光 这张牌说明摩羯 必须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平凡当中去创造不平凡 你可以转换一下自己赚钱的思维方式 有机的进行再创造 这样就会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再来看看摩羯座的事业运吧 巨蟹五度 在下雨天还飙车 那么摩羯座就需要转变一下自己 稳扎稳打的风格了 那么今年对你的事业来讲呢 是一个上升期 非常的重要 机会错过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你需要去逼自己一把 让自己不断的去产出成果 千万不要松懈 也不要去沾沾自喜 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 你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在事业上不错的摩羯座 那么爱情运如何呢 这张牌是巨蟹四度 老鼠跟猫在吵架 看上去就有点不妙啊 摩羯座的感情 在新的一年当中注定不平顺 那么其中一方呢 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 那么你在一些问题上 也挺难跟伴侣去达成共识的 甚至你或者是对方 对于你们现在这种感情 会产生退缩的心态 最后我们来看看摩羯座的健康运吧 这个是摩羯二九度 吉普赛女人在占卜 相对于身体的问题呢 摩羯座在今年精神压力 可能是更大的 你们需要费尽心思去想很多事情 试着心里别装那么多事 不要什么都去担心 说完摩羯座 水瓶座的新年运是怎么样呢 首先还是水瓶座的金钱运 这张牌是天盛十七度 一个退休的老船长 依然关注着繁忙的码头 这个说明水瓶座在新的一年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重操就业 或者是重返过去的岗位 或者是经过故人的介绍 产生的这种赚钱的机会 当然除了赚钱呢 水瓶座也可能花更多的精力 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比如说去旅旅游什么的 但是在放松的假期啊 水瓶座依然放心不下的 可能还是想要去多赚一点钱 那么一心想多赚钱的水瓶座 你们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双鱼二十七度 今秋夜晚的景色让白昼也安暖无光 对于水瓶来说啊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偶然的机会 让自己大方一彩 这并不是你预料当中的 也不是你之前期待的 却恰恰结出了硕果 所以不妨转变一下思路 调整一下努力的方向 会有不错的效果 咱们再来看看水瓶座的爱情运吧 摩羯三十 大家看到这张牌 董事会在开会 那么水瓶座呢 可能在情运关系当中 会更加的自我独立 有更多的个人空间 也习惯不依赖 依靠别人 那么单身的水瓶座呢 可能还会很享受单身这种状态 在恋爱的水瓶座呢 可能就会更加的独立 有一些问题呢 也必须自己独立面对去解决 对待感情顺其自然的水瓶座 明年的健康运怎么样呢 这张牌是天蝎六度 萨特的淘金帝国 我来解释一下 萨特呢 是在美国西部 最早发现金矿的人 那么后来 他也面临着很多竞争者的挑战 那么这张牌就说明了 水瓶座千万不要轻忽 自己的健康问题 过往的一些经验 也不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有不舒服 一些小的状况 千万不要忍耐下去 健康的问题 可能来的很突然 必须得到及时的治疗 如果你拖下去 就可能小的问题 变成大的问题 不好办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双鱼座的运势吧 首先还是金钱运 双鱼三度 他讲的是邻居 来帮忙盖房子 双鱼座在赚钱这件事啊 就千万不能够单打独斗 那你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依靠个人的努力 这点小的力量 是挺难实现目标的 而一旦你发现 就自己发挥自己的号召力啊 就请能力强的朋友 来帮助自己 就会取得很大的收获 那么双鱼座的事业运怎么样呢 这张牌是狮子二度 生病的孩子们 结成了新的友谊 双鱼在事业上啊 就一定要去学会协作 尤其是大家都不能 独当一面的时候 精神协作就会帮你打开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你可能会遇到困难 但是群策群力 会让你度过难关 再来看看双鱼座的爱情运势 这张牌是金牛二十九度 被宏伟的公园所折服 这个说明双鱼座会遇到心动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也实在是挺优秀的 你很难把目光从对方身上移开啊 就问题是你怎么去接近对方呢 其实平时挺自信的双鱼座 在这个时候 其实感觉到挺紧张的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双鱼的健康运吧 处女三十度 一个男人在忙着做家务 这说明双鱼在整个一年当中 工作一定都是非常忙碌的 很操劳 很难有休息时间去恢复体力 那么一旦身体亮了红灯 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双鱼座 一旦感觉到劳累 不妨把担子放一放 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 恢复到健康当中啊 十二星座2022年的运势情况 就是以上这样了 希望大家明年都能够 虎虎声威 福气满满 好运连连 感谢大家收看星座优秀 大师驾到特别节目 2022虎虎声威 福气到 咱们下次见